首先是一个午餐 我看到有些人未信 或者信太太不一定很有心 我说到关于神的证据 神的真实性 我留意他们都很留心听 然后我为他们祈祷 很多人都经历了神的平安卿 神是可经历的 是很真实的 这个就在下午的时间 其中有两个弟兄留下 因为我跟他们说 其实我们中间有空荡 你们可以留下 我可以和你们查圣经 留下的时候 他们就讲到他们关于传呼音的困难 他们的生命的困难 我就跟他们讲 关于如何提升他们的生命 他们是很好回应的 然后到下午 遲些我们就去另一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在那儿等的时候 刚刚就遇到三个神学生 而我听到神学生 我就叫他过来 我说你过来跟我聊聊天 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 你读神学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困难 他就讲到他们 他们是事逢面对的困难 人的问题 那我就 跟着我们要到楼下 用楼下的一个地方 就回应他们 是很短时间 那我其实呢 我也感谢神了 神因为将那些教导 放在我脑里面 很浓缩和系统性 很简单 很直接 譬如在中午的时候 很直接帮助他们的信仰 然后跟着那三个神学生 我就很直接帮助他们的同神的关系 我都示范给他们看 怎样辅导 怎样回应 那些人 溝通是有问题的 经常都讲粗魯的说话 不好听的说话 怎样回应呢 那他们是觉得非常 就是看到的反应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 就跟着我们上去上高 就上去上那个办公室里面 那我们在那里 也都是建立他们的灵命 那就是下午 和晚上不同的 晚上就是建立他们的灵命 那他们是 那个回应是非常好的 那我感谢神呢 我都希望 我们有更多的人 能够随事 那些人说 哎呦我同时关系不好 立刻回应 立刻知道怎么回应 那这个就是我的训练的目的 那有些人说 糟了怎么说呢 多些祈祷 多些看圣经 多些听神话 那但是 他怎样能够知道 那个益处和能力 和神的应许呢 那这个就是 能够将圣经的真理 用恩典推动 恩典推动和律法推动 是不同的 那什么叫律法推动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律法推动 那你要祈祷 你要看圣经 你都没有祈祷 你都没有看圣经 那神就不帮你了 那就是整天都是压力的 就是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又没有做什么 那也都有些人 自己就是这样的 整天都 哎呀我没有做到 那但是恩典推动是什么呢 我一亲人神 神就很开心 神就回应了 这个圣经讲的 你一悔改 天上就为你欢喜了 你一亲人 他就住在你里面 他就叫你多结果子了 你一遵从神 你就建造在这个盆石上 神就欢喜你了 然后呢 你一事奉神 就算一杯凉水 做一个小子身上 都不能不能赏 就是说有恩典推动 也都能够将那些教导 很有系统性 很简单说出来 人听到是容易明白 是不难明白的 其实我这些教导 已经放在网上 大家可以去看的 其实熟练的时候 那你有机会帮人 你就可以帮助人 还有可以去宣教 使用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 都被训练成为基督精兵 被神使用 我们中间有些人 是归属我们这个聚会的 参加这个聚会 有些人是在这些教会 我们欢迎你 但我们也不会说 你只是来我们这里 不会的 你一样在这个教会祝福 我们有些人 他在教会带了很多人 信耶稣 我们鼓励他 欣赏他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 希望我们四个人 去发光辉 能够给神使用 就是这个 第一就是我们有训练 将那些教导 简单 清楚 容易明白 有系统性的解释 让人能够明白 或者能够 懂得解释 懂得回应问题 那我们的侍奉 就有力量了 这个就是我希望 能够兴起更多的基督精兵 希望当中有些人 你是第一次来到的 都知道 原来我们有这个训练 你就会继续参加 而我今次讲这个主题 一方面是一个 都给未信耶稣 未认识耶稣 一个很清楚知道神的真实性 第二 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 都是一个训练 就是我们懂得用这个方法 那这个 这个 PDF 上高 你看到有三个 三个 这个 QR Code 右边 就是这个 檔案 左边就是我的 YouTube 中间那就是我的 你回去那里 就是有三个 就是有三个 QR Code 那你在网上可以看得到的 好了 那这三个QR Code 就是可以给你看到 中间那就是我的 檔案 那以下呢 就是这个 证明神的 报导法 你可以在这里 这里没有的 没得看的 所以这里 对不起 这里 看到呢 但是呢 可能会很难看得到 就是我给你的相机 看一看 那我们在网上 都可以看到 这三个 QR Code OK 好 那我简单说 这个证明神的 报导法 其实报导法 有很多方法的 有些是根据人的需要 他的开心 耶稣安慰你 有些是 释放这个人的重担 比如说有些人 家庭有很多问题 我们帮助他 那也都可以 带出福音 耶稣如何祝福你的家庭 很多种的 报导方式 有些是经历圣灵 报导法 那就是如何 帮人经历圣灵 然后带他们去信耶稣 那这个呢 就是证明神的 报导法 就是让人看到神的真实性 这里我都列出有五样 其实下面还有更多的证据 证明神的 第一 这里就是圣经很多准确语言 很多语言 讲出耶稣 以及讲出世界发生的事 和世界回入 第二 圣经的科学性的证据 第三 神可以经历的 耶稣的平安喜乐可以经历的 第四 奉耶稣名可以赶邪灵 第五 很多人死了之后 急救 他们救了之后 就能够讲出周围发生什么事 那就证明人有灵魂 就是他死了不是消失了 他是看到周围的人有什么发生 他的灵魂出了来 跟着看到周围发生什么事 就是说人死了不是如得灭 如果人死如得灭 那我们不用信耶稣的 如果真的没有神 我是不会信耶稣 我也不会做牧师的 如果没有神 死了之后 什么都没有 那就做什么都可以的 你喜欢做什么 就做什么 喜欢打球 就常常打球 喜欢旅行 就常常旅行 你喜欢做什么 就做什么 但如果有神就不同了 我们就建立同神的关系 得到神今世和来世的祝福 有些人去天堂 也有些人去地狱 其实很凄凉 就是没有耶稣 得不到耶稣救恩 是他地狱的 有些人死了 未去到这个境界 就是他灵魂 还未去到天堂 在地狱 所以有些人死了 是两度都没有去的 只是灵魂出了出来 跟着回去的 好了 下面那里就简单讲到 这些证据 证明圣经是神的说话 第一就是预言 在诗篇22篇 第14到18节 那里讲到 他们扎了我的手 扎即是刺透 刺透我的手 我扎了我的外衣 和我的女衣 黏沟 这里没有写的经文 我就这样口说 大家回去 我可以慢慢自己看 就是说 在耶稣未来之前 1000年 就说耶稣将来怎么死 我想问大家 你能不能预知 你将来怎么离开世界 挺难 假设你有子女 你能不能预知 你的子女 什么时候 怎么离开世界 是不可能的 1000年之后 你的子女 你可不可以知道 1000年之后 如果这个世界还有1000年 这个世界应该没有1000年 因为这个世界的灾难 这么强烈 其实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世界的时间是短的 这个世界的时间短 随时打仗 可以进入世界大战 用核武 世界就很快进入末期 就算有1000年 你能不能预知 将来你的子女怎么离世 是不可能的 但圣经耶稣未来 1000年 大为预言到 他将来的后裔 这个是 他的耶稣的爸爸 其实就不是生耶稣 是义父 耶稣是 同女怀仁 圣灵在他里面 叫他怀仁伸出耶稣 不过在家谱上 他都是大胃的后裔 其实 耶稣的爸爸 和妈妈 都是大胃的后裔 他怎么知道 1000年之后 耶稣就会是 手脚被钉穿 衣服被人分散 钉十字架 其实很丑怪 是脱了衣服 耶稣就承担 为我们承担 羞 所以他能够 叫我们脱离 所有的羞 能够得救 但圣经一早 说定 他是钉十字架死的 还有 这里我没有 将一个slide 说出来 跟着耶路撒冷 会毁灭 和打仗到底 这个是 诞义第九章 那里 说到 耶稣来了之后 便会被人 杀死 杀死之后 耶路撒冷 会毁灭 但又说到 耶稣是 到永远 很特别 为什么他又被人 杀死 怎么可以到永远 因为这个圣经 其实是 预言到耶稣的 復活了 他将来会復活 所以他是 永远不死的 他会延长 他的连日 他会见到他的后裔 就是他从死里復活 那下面呢 就讲到科学证据 我这些全部都是简简单单的 那我们一起读了 百纪二十六章七节 神将北极铬在空中 将大地原在虚空 然后呢 以赛书四十章二十二节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那这个讲到呢 就是 以前的人都以为 地球大圈之上 是平的 甚至现在很多 没有什么知识的人 都以为地是平的 但是圣经呢 是唯一的古典呢 是讲到呢 因为以前那些 其他宗教呢 都不是讲到 地是圆拐虚空 但是唯有圣经 是讲这个地 是圆拐虚空 那你想像一下 你可不可以 将你的手机圆拐虚空 不可以 整个地球 为什么圆拐虚空呢 是没有什么想像的 整个地 但是呢 神用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太阳的地深吸力 将那些行星 九大行星围着它转 能够圆拐虚空 而那里是太空 是没有空气的 所以是虚空 然后呢 它是一个大圈 它不是一个 那些人以为是四方形 其实它是大圈的一个圆形 球体来的 这里就看到 圣经讲的 和其他经典是不同的 比如佛经呢 讲到这个世界 有四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蓝色天 蓝色海 第二个是红色天 红色海 第三个是蓝色天 银色海 第四个是黄色天 黄色海 但是其实是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是 是一些好像神话故事的 佛经也都讲了 那些人是怎么样呢 它说呢 它说呢 它们不听佛经的话呢 就每一百年就矮一尺 矮到剩一尺 在佛经不同的地方 都有讲这个 那到一尺高呢 那它们就后悔了 那它们呢 然后呢 它们就 再听佛经的话 那它就每一百年 矮高一尺 高到多高呢 高到比全世界最大的南瓶 海里面的南瓶 是很大的 比大厦更加高的 但是人可不可以这么高呢 你想想 我们骨头 可不可以整大厦 就是用骨头整大厦 可以不可以呢 是一定塌的 根本是没可能的 就是它这种是一种幻想 你听佛经话呢 就高高高高 它又讲到多少像 但是根本是不可能的 它形容那些佛 什么什么都是的 全部它们有多高 多高呢 全部都是一些幻想的数目 但是从圣经是不同的 圣经讲到这个地呢 都是圆挂虚空 所以是很合乎科学性 也是预言各方面 因为我以前是读科学的 我研究过了 我知道神是真 所以我相信的 所以我是反复思想 是不是被人骗了呢 我想过很多次 是不是被人骗了呢 会不会根本是假的呢 但是我后来发觉 是真的有神的 那又呢 另一句很特别的 约法记三十八章三十五节 一起读 你能发出闪电 使他行去 使他对你说 我们再者 那些闪电呢 人普通来说 对于闪电是完全没有知识 都不知道什么来的 闪电是什么 但是科学家就知道 闪电就是电而已 不过以前是没有加家 家里的电的嘛 以前这个世界没有电 所以圣经不能够用家里的电 圣经就用闪电 那发出闪电 人家说 人家的闪电都很害怕 为什么发出闪电呢 那这个呢 在我们今世应验 因为我们的手机其实是用电的 那我们发出电呢 就跟人说 我来到楼下了 你在哪里啊 我来到御民坊了 你在哪里啊 那些人会问 去到哪里 那我们就说 现在在楼上了 在楼上这个地方 那 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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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这里 就是说 圣经能够知道定 将来人可以用电 发出信息 告诉人 我们在这里了 这件事真的很难以想象 圣经所讲的说话 真的有各方面的证据 好了 然后第三 就是人可以经历 圣灵所带来的平安 爱啊 医治啊 安慰啊 各方面的工作 那这件事也是很特别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那时候我爸爸呢 就是拜一些偶像 我问他 你拜了那么久 有没有果效 他说没有的 那我说为什么你拜 祂祖先拜 就拜 就是拜 就是他根本没有果效 但是呢 在基督徒来讲 是常常有果效 因为圣经讲道 神将他平安赐给我们 圣灵将神爱 囚灌在我们心里面 真的很多人祈祷 会经历到神的平安 尤其是圣经讲的 按手祈祷 很多人就会经历到平安 比如昨天我去到宣教的时候 他们个个经历过 就是神很真实 是不是神是前日呢 是很真实 经历到神的作为 也都是赶邪灵 下一件事就是 我为人赶邪灵 次数非常之多 第四个证据 这个世界真是有灵界 那怎麽有灵界证明呢 那些人打坐 网上都会有的 尤其是英文是很多的 中文都有的 那些人打坐 玩蝶仙 首先 其实呢 有些学校呢 就是曾经 他们的老师都说 那些学生呢 就玩手仙 蝶仙 就怎麽知道 就搞到邪灵上身 其实在网上都有说的 新闻都有说过的 曾经有学生 因为玩邪灵 搞那些蝶仙 就结果邪灵上身 那很多人来说 就很困惑的 那有些人找华山师傅 找道士 在网上呢 如果大家找 这个 这个 在台湾的 这个 GOOD TV GOD TV 里面有很多见证 是那些人 以前是 信茅山 道士 道教 或者其他宗教 然后他们 经历到邪灵 以后呢 后来信耶稣得释放 那现在香港呢 影音士团呢 他们 我不知道是放在 你找影音士团 都应该找到的 他现在都有说到一些释放的见证 那就是有些人呢 他们有这些邪灵教要 他们就 曾经有见证是什么呢 学茅山哦 那学茅山 他就觉得很厉害 他以为 因为他不够能量 他说我要学茅山 那茅山师傅教他 赶邪灵哦 他们不是赶邪灵 他是赶鬼的 那师傅就跟他说 有些鬼呢 你赶到 有些鬼你赶不到 你就要走啊 真是很奇怪的 在网上 在Good TV有说的 那他说有一次呢 他就去赶赶赶赶赶赶 哇 一赶 两分钟就出来 因为是不够厉害的 因为其实他们通常是用大鬼赶 小鬼赶 但是那些大鬼不够大 然后他说 师傅麻烦你进去 那师傅进去了 怎样知两分钟之后 师傅出来了 又是说我不能 我们走了 走 当这个人后来听到 基督徒可以奉耶松明 什么都不用 什么仪式都不用 奉耶松明 他说很惊讶 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呢 他后来就认识基督徒 就是他听到这件事 跟着他就看到基督徒 赶赶赶赶赶赶 哇 什么那么厉害呢 就知道 真是厉害才是 就是我们信那个真神 我们都知道有人是什么情况 他家人就在那里 找那些敏米婆来家 那敏米婆那天来 肯定是不靈 肯定是没有上身 因为他们其实 以为是叫死人 其实是叫邪灵上身的 那他就问那家人 你家里是不是有人信耶稣 他说是呀 那个女儿是信耶稣 不怪得了 有信耶稣的就不靈了 其实他知道信耶稣那些这么厉害 就是信耶稣那些 真的有能力 是圣我邪灵的 但他依然为了钱的缘故 他不肯离开做民迷 他一样去跟从民迷 其实有不同的人 我都有听过 譬如有些人说 那些玩神打 神打又是叫师父上身 师父上身 他们又知道 基督徒在那里 他们又不上身 其实他知道耶稣更厉害 但他不肯跟耶稣 人们不喜欢耶稣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叫人悔改 因为他们喜欢 拜下就行了 拜下 放一些烧鸡 放完鸡 就自己吃回了 他就说 他就会保佑 但是不是真的保佑呢 其实是不肯定的 根本他们没有证据 其实这些人 事实上是很多搞妖 反正这些神打 和这些蝶仙 那些文迷 那些人都是很多呈狗 所以其实 并不是更加平安 是更多问题的 好了 那这个第四点 第五点 下面又看到了 很多证据证明 圣经是神的说话 其中呢 就是这里 灵魂回来 圣经也有说过 《列王记上》 十七章 21到22节 就说到有个小朋友死了 以利亚呢 就呢 她三次 躺在这个小朋友身上 然后求神 将她的灵魂带回来 跟着呢 耶和华就听到祈祷 将灵魂带回来 跟着她就活回了 就只是说 一种人 原来灵魂离开身体 人家会死了 其实 我们呢 个个 我们的 我是谁呢 就是 我们里面住的那个 灵魂就是我们来的 这个身体的房子 自己说到这间房子 那时候出来呢 身体就躺在那里 已经不是我们 那个真正我 就是出去了 不过有一天 这个身体都会复活 和这个灵魂 就会合而为一 那么呢 圣经也有说到这个情况 就是这个人死了 后来灵魂回来 他就活回了 那而呢 现在 因为科学家 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就是有些医生急救 医院很多医院急救 有些人呢 本来是死了 急救之后呢 就生了 生了 那些医生就以为 他死的时候是没有知觉 谁不知那些死了的人 就说了 他说 我刚才出来 灵魂出来 我看到你做什么 我听到你说什么 其实我自己在医院 都做过软木 都有病人跟我说 他说 我试过死过 我灵魂出来 我见到地方很光明的 他在远处见到很光明 然后他后来回来 那原来呢 基督徒都是可以见到天堂 有些人灵魂出来 有些见到天堂 那些不信耶稣的 有些就见到地獄 有些人呢 他就未到这个境界 他死了 即很快就救回 所以他就没有见到天堂 或者地獄 但那些稍为久一点的 有些就去见到天堂 见到地獄 不信耶稣就见到地獄 那有些信的 有见到耶稣 看到天使都有不同的經歷 在網上是有很多的 而這些人的生命很大改變 而我親自訪問的叫黃泉道 沙漠王 在網上YouTube 耳牧師 你找這個播放清單黃泉道 你就會見到他不同的見證 就是講到 其中呢 因為我特意去他那裡訪問的 有三個家庭證實他真的見到死了的人 回到下來 講回那些死人講過的東西 證明他真的見到那個人 因為他知道一些私隱是本來他不知道的 這我不詳細講了 就是說原來人是真的有靈魂的 那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關不關心你家屋有沒有漏水呢 如果你家屋漏水呢 可能你今天都不會來了 如果你家屋在漏水呢 那你覺得要快點找人整理 或者你家屋的牆子開始倒閉 那你一定會處理了 我們都會關心我們家屋是什麼狀況 如果你去買屋呢 旁邊是一個大火爐來的 我想你都不會想要 旁邊有一個很大火爐 你一進到一間屋 哇 這麼生氣的 當然你不想 地獄呢 就是一個永遠的火爐 在裡面 那你會關心你去那個天堂 天堂真的很快樂 有些人去真的充滿愛 很多這樣的見證 充滿愛 充滿開心 還有那些在地上曾經跟他有些 有時基督徒也有些不太喜歡某個人 誰不知上到天堂呢 看到他就抱著他很開心 天堂呢 不再介意所有人不好的東西 那我希望大家都會關心你將來去哪裡 起碼第一樣你怎麼關心 你去研究 即是你未信也好 你去研究 你有心研究 我一定可以逐樣跟你回答 因為我什麼都研究過了 就是我很多方面 如果你說一個新的我未研究過 我都會去研究 我會從各方面去研究 是不是真的這個是神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真的是神 我們一定需要認識他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信都是多餘的 但我現在看到所有證據 都很肯定 一定是有神的 因為真的很多人 在這方面很多人 本來的生命很敗壞 誰不知他信耶穌之後呢 他就經歷了 上天堂 看到極美好的事 整個生命都改變了 好了 然後跟著呢 第七點 就是自從做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神聖 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那這個也是證明神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神做的天地是很好的 又美又奇妙 真的呢 那個安排是極度的奇妙的 第一個圖你看到太陽 這個太陽和遠遠的地球 其實比例就不應該這麼大的 不過這些是圖畫來的 那這個地呢 那些人研究 其實我上網看過很多人見證 有些科學家來的 也有些人呢 他本身是生物學家 有些人是宇宙學的 各方面的科學家 當他越看各方面的證據的時候 他越覺得真是這個世界有神的 那譬如其中一個說 他說這個地如果稍為近一點 就已經燒焦了 或者熱到不得了 再遠一點才會凍死 還有這個地的斜度呢 剛剛斜斜地轉的 就會令到它有春夏秋冬和平衡 還有月球也都剛剛的尺寸 因為月球很重要 為什麼月球很重要呢 月球現在的尺寸 其實他說這麼多九大行星 都沒有一個好像我們這個地球 有這個月球這麼對的 原因呢 因為它這麼對 就令到有潮池 潮池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會令到那些海水有空氣 有氧氣進入去水底 那些生物可以生存 但是如果那個月球近一點 月球大一點 就每天有海嘯 哇 這樣就不行了 那如果遠了尺少呢 那些海入太平靜 那個海洋裡面 那些生物有很多就會死了 其實我們的海洋生物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個氧氣的維持 都是靠海洋裡面的植物是非常之重要的 原來這些這麼微小的事 都看到神的創造 還有我們的腦 那些神經線是多到怎樣呢 如果你拆開變成電線 是需要很多個大大的音樂廳 才能夠裝上那些電線 我們的腦裡面的線路是非常之多的 還有我們的眼耳 口鼻和皮膚全部都是駁去電線 全地都是電線的 那你眼駁去電線 不是普通電線 總之是傳遞電 那耳又是 好了 你眼的那些去到 就會是看到東西 如果你搞錯了 眼一去到傳遞就變成聽東西 那你就聽到 那些聲音就是雜亂的 但你就會看到東西 並且看得很漂亮的 很清楚的 耳朵可以聽到音樂很漂亮的 每一樣東西都是非常之奇妙的 例如我們眼球 我自己研究很多很多這些 我簡單地說 我們眼球 下一幅圖看得到 大家看得到嗎 這是什麼 我們眼球有一個晶體 晶體就是一個鏡頭 裡面有一個 好像你吃魚眼 裡面有一粒仔 煮熟了之後有一粒仔 它生的時候就是有彈性的 那它周圍有些筋 看得到那些筋 那些肌肉 還有那些筋 是好像一個彈床一樣 拔行它的 這個拔行的什麼作用呢 就是你看東西的時候 看得遠 它就拔行一些 那那個鏡頭就扁一些 在近一點 它就會放鬆一些 就變了那個鏡頭就突出一些 你有沒有發覺 你看一看我 看一看我 看一看他 看一看我旁邊 立刻對焦 我們用個相機 拍照仔 我和泰哥很多時候拍照仔 哇 有時候眼看到相機 沒那麼快 但是我的眼 你試一試 看這裡 立刻對焦 真是很神奇 很神奇 還有那些 那些叫做什麼 白飯魚 白飯魚 白飯魚不是很小 眼仔 眼仔很小 一顆仔 都可以對焦 你有沒有玩過放大鏡對焦 都要這麼遠 是不是 哇 白飯魚的眼睛這麼近 就可以對焦 真是很神奇 還有這樣 我們的眼 右眼的右邊 後面呢 就一條神經線 去腦的左邊 然後呢 這個 左邊 就去右邊 左眼呢 又是右邊 和左邊 是去不同的四點 但是他將那四點 合併 是成為一個形體的 還有你右眼和左眼 是合併一個形體的 你找一下你找到眼 右眼和左眼中間 有條線 找到嗎 左眼和右眼中間 有條線 是不是 但是 合併到呢 是沒有瑕疵的 真是很奇妙 並且呢 全身我們都不透明 是不是 唯有眼睛 是完全透明 你看看的東西 是完全透明 如果不透明呢 你看看蒙茶茶 真是蒙茶茶 但是我們看得很清楚 這些全部都是很奇妙的構造 另一樣呢 就是 這裏我 那裏我 都會說到創造的 就是奶 暴雨的動物有奶 那奶呢 根據進化論的 就說 牛原產生 這些是我一些簡單方法 用來可以傳呼 你跟媽媽說 那些媽媽呢 可以跟她說 你有沒有想過 這些奶呢 其實對嬰兒最健康的 最好的 其實 其實喝奶粉 或者牛奶 不是最好的 人奶 有一樣東西 是這些沒有的 是抗生素 抗體 不是普通的抗生素 不是吃那些抗生素 是抗病那種抗生素 這樣呢 它不是 即不同 普通抗生素 你要吃 吃足那個療程 對不對 還有對身體不好 你吃了抗生素 有時候有些人會暈暈地 不舒服的 但是我們吃的奶 就不會 就是不會暈暈地 那裡面含有什麼呢 一起讀一下 蛋白質 碳水化合物 脂肪 抗物質 維他命 抗生素 來抵抗細菌 它有了蛋白質 讓孩子可以長大 而那些瓶子 很厲害 它每天增長很多公斤 但是它可以 它的奶夠它用 然後碳水化合物 脂肪 抗物質 很多種 你看醫生 有沒有試過 醫生說 你缺鈣 你缺鐵質 你缺鐵質 或者你多過頭 都有病 任何一種 多了 少了都不行 而奶裡面 含有最適合的 又維他命 維他命 你缺少什麼維他命 又不行 然後呢 抗生素 可以抵抗這些 那些疾病 如果人 那些人說自己變出來 那初頭那些捕魚類動物 那你什麼都可以 變口水 都不行 如果你變口水 給一個寶寶喝都沒有用 喝了都沒有用 喝了都沒有用 是吧 如果變的是 鼻涕的 就更加沒有用 是吧 變是餵液 或者消化液 都是沒有用的 但是呢 很奇妙 不是變出來 是真的創造設計出來 是什麼都有齊的 那這些都是看到 神的設計 就是我們越看得多 越看得到設計 下一幅就是 很多人就說 進化 就說呢 什麼動物都是變出來 他們就很喜歡說 人緣就變人 但是所有的人緣的化石 是沒有一個完整的 全部都是一堆骨 接著你砌這塊 兩塊骨 你看看我的手 把這兩塊砌成一個頭骨 你可以砌近一點 砌大一點就可以 其實 大家如果你有見過 有些圖 就是 講到化石 有白色和灰色 大家有沒有一些印象 講到那些化石的模型 有些白色和灰色 灰色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骨 白色是什麼呢 是用白灰把它補回 你發現白色多於灰色的 所以其實它是 就是制出來 是任它自己制 還有呢 大家看這個圖 有老鼠變人緣 人緣 是老鼠變 好了 那 大家都知道 狗貓的腳和我們屈是不同的 狗貓是向後屈的 我們向前屈的 為什麼屈向後會變向前呢 那中間應該有中間形生物 但是由老鼠到人魚 是沒有中間形生物 其實 那些人發現所有的化石 都是完成了的 的動物 是沒有變的 是沒有一種變的 那譬如呢 另外一個 下面還有其他的 就是這個 譬如這個蝙蝠 那蝙蝠它們就是老鼠變 那它有個圖 大家看看有個圖 那它的蝙蝠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 那隻腳呢 就整闊一點了 整一下整一下 變成一塊翼了 那我想問問大家 如果你的手呢 是有這麼大的發影 飛不飛到啊 這樣飛飛不飛到 但是跑好沒有跑啊 那些老鼠呢 你見到老鼠呢 譬如捉捉其他食物 或者逃跑 是要很快的 如果它的腳這麼大 或者這樣闊了 就是 根本不是進化 是很有問題的 就是蝙蝠 尤其你看看 右上角那個圖 那個蝙蝠的翼很闊的嘛 你未去到這麼闊的時候 走有問題 飛有問題 又不飛得又不走得 是要做什麼呢 其實也都找不到這樣的發色 所以其實這些很多呢 都是那些人很想真的有進化 其實你看的時候 你發覺很多人都 反駁這件事情 其實有些科學家不相信耶穌 他都不相信進化量的 因為實際上是不支持的 另外蝙蝠 蝙是什麼變的呢 就是老鼠變的 老鼠 是老鼠 是的 那麼它中間形呢 它有時候有講中間形的 那麼它找什麼呢 它找到有隻動物 是完全是陸地動物的 它的耳朵有個耳骨 就跟蝙蝙一樣 它的耳骨啊 那麼它就說它是變肉蝙 但是那隻動物 有四隻腳在地上走跑的 就是好像那些狐狸 那樣的 為什麼狐狸變了蝙呢 就是它的耳骨 它就根據它的耳骨 其實這東西真的 是非常之飄渺的 但是蝙有什麼特別呢 蝙鬚 不是種種蝙有蝙鬚的 有些蝙有蝙鬚 有些是有牙的 例如那隻蝙就是牙的 蝙鬚很特別 不是牙做的 不是牙質 牙的質 它是手指甲的質地 它是硬硬的 但是有些柔軟度的 蝙怎麼由牙變成牙鬚呢 是中間沒有中間形的變化的 大家可以看到蝙 還有蝙是頭殼頂噴水的 不是噴氣 不是噴水 它就是噴氣出來 因為貼上水 所以變成好像噴水一樣 然後它就吸氣 但是它噴氣出來 是頭殼頂的 你想想老鼠為什麼 那個呼吸那個鼻孔 走去頭殼頂 怎麼變的呢 就是過程 還有它就變了條尾 條尾就不像魚 魚是左右擺 它是上下擺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出來呢 還有在水裡面生產 你想想 哇 你想想一隻陸地動物 在水裡生產 有什麼後果呢 還有在水裡面 吃奶 它都是吃奶 那這些看得到 根本是不支持的 但是因為人們肯相信神 所以它就會這樣 另外 另外呢 今晚大家會看 就是這個阿拉聶山上的方舟 那這個方舟呢 很特別的就是呢 首先呢 就是 首先我講講 方舟的歷史是怎樣 大家不用看那個 PowerPoint 看我可以了 因為呢 以前神就講到 有個洪水 全世界毀滅 很多人就不相信 這件事 但是 由在第一世紀 和之前已經有 古代的人就講 看到有方舟在山上 這個方舟很大 有幾大呢 是有一百三十幾米 大約是現在 普通你去泳池游水那種泳池 成人泳池的五倍又多 一隻這麼大的船 你能不能夠由山下搬上去 那裡是現在發現的方舟在四千二百米 我試過上三千米的地方 我覺得呼吸是會困難一些的 那裡走路要慢一些的 四千二百米 你能夠排那些木上去 四千二百米起船 還有為什麼要上山起船呢 還有這幾千年 這個地球是沒有這麼大的轉動 有些人說之前有轉動 但是這幾千年是沒有這麼大的轉動 山頂是水底變的 就是說它真的是山頂 沒有人會起這麼大的船 走上山頂做什麼呢 是沒有用的 而在耶穌的時候 已經有人說到這個山上的方舟 那我不詳細說了 然後香港的影音士團 他們自從二零三年開始去找 其實不是他們發現的 是有人叫Para Chute 還有其他人已經在當地發現 Para Chute也在山下建了一個博物館 建了博物館 就把方舟裡面的東西搬進去 下跡都放在那裡 那他們影音士團 就是Para Chute帶他 就是那個人叫Para Chute 就是好像那個磅落傘 那個名字 就找了八個空間 而它證明這些是陸地的建築物 不是陸地的建築物 是海市建築物 陸地的和海市有什麼分別呢 陸地是這樣的 比如你建屋 那你有個石的底 那你就建築牆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但是建船就不是的 你要建底 那個底要和旁邊連起來 並且是彎形的 還有是要防水的 船和建屋是不同的 而且屋是會漏水的 通常來說不會完全是 比如你的窗 是會入水的 但是船是不可以入水的 那它就找到八個這樣的空間 還有找到那些器具 下一幅圖那些上古器具 是很巨型的 比如左手邊這個 就是有點像個杯 但是它要兩個人才能抬動 那為什麼會這麼巨型呢 有可能就是這樣的 因為在聖經講到 洪水之前的人很長名 亞當有九八三十歲 那為什麼呢 因為神創造人的時候 那時候本來是永遠抹著的 不過人犯罪之後 它就會死了 但是依然起初的世界很好的 所以它可以抹得這麼久 那也都古代發現那些化石 它們就說千萬年 億年 其實不是的 因為其實這個世界只有幾千年 它發現那些化石 就是說其實是洪水時代之前的化石 是很巨型的那些生物 那些蜻蜓很大隻的 所以呢 那些人也都很大可能 很大隻的 所以它們用的器皿呢 我們來說是很重的 但是它們可以用得到的 那今天呢 你可以看到這四樣東西的 那其中那條帶呢 右手邊那條帶呢 是用皮做的 就不像我們的皮帶這麼幼的 它說呢 直接用人的手 是我們慢慢扭到的 但是它們夠力了 所以可以扭到 可能夠大 還有下面那一圖呢 它們的種子很特別 我們今天的種子 這個鷹嘴斗呢 是這麼大顆的 但是古代它發現 有很多那些種子 是小過它很多倍的 那這個證明是古代 第一那些器具是古代 那麼巨型是古代 那些造船的風格是古代 同時呢 也都船上呢 沒了重香 聖經講到重香 就是現在 就好像納青那樣的質地 那這個也都是 就是給我們看到 現在的船沒有納青 不會用納青的 但是那時候 古代呢 就用納青 這些方式都給我們看到 是古代的 那麼下面這些文字呢 都是講到 就是 很多考古學家都承認 這個就是狼牙方舟 那麼就 洪水之前的生物 比現在更大 所以它的用具都是巨型的 還有呢 他們那些 木頭呢 全部都是用筍帽的 是 現在沒有用這些方法的 一些筍帽來做這個船出來 還有一個4200米的山上 沒有人會將船起這麼高的地方 令有無能力抬這麼多東西上去 所以證明這個真的 以前洪水把船浮到山頂 然後就停在那裡 而裡面很多的器具 那它因為這些很貴重 所以不能夠搬來香港 即是申請了4天 就寄來香港 就可以在那裡 應該展覽多一段時間的 就是可能一個月左右 就要運回去的 那是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 那都是給我們看到呢 顯示跡象是真的有洪水 之前有洪水 那也都告訴我 就是聖經所說是真實 真的有洪水 就說呢 我們以前真是神 是毀滅這個世界一次 聖經說將來有一天都會毀滅 而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世界的災難 那些洪水啊 熱狼啊 和那些戰爭啊 都是顯示這個世界 不會很長的日子的 所以我們很大可能 要面對這個世界末期 所以我們基督徒 應該更多預備好 為耶穌傳呼音 預備好耶穌回來 那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清楚怎麼得救了 就是耶穌為我們贖罪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 可以信靠耶穌得救 所以每一個人都 反而耶穌說 我有得罪你啊 我有犯罪啊 求主赦免我 那下面的經文 我們一起讀 約翰一書一章九節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體 我們認罪 神就一定赦免我們 但是認罪呢 不是口頭認 下面的經文一起讀 神所要的罪 就是憂傷的靈 神是憂傷痛快的心 你必不輕盈看 這個是詩篇五十一篇十七節 就是講到憂傷痛快的認罪 我真的有罪啊 神啊 我得罪你啊 我知錯了 我知道犯罪是很嚴重的 得罪神 因為神是聖結光明 他沒有罪的 所以不能夠忍受人的罪 而神呢 很愛我們 約翰福音三章四六節 一起讀啊 神愛世人 十字章 他的獨生子 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一節滅亡凡他永生 我們不需要滅亡 有永生是很大的禮物 因為耶穌將他的生命 獻上給我們 為我們釘十字架 但是先解釋 信耶穌 不是就是深信 不是就是口頭信 約翰福音一章十二節 一起讀啊 凡折待他的 就是信他的的人 他就賜他們的權利 作神的業 即是告訴我們 原來信耶穌 是接待耶穌 接受耶穌 入我們的心 做救主 做主人 你有沒有讓耶穌 做你的主人呢 我完全聽耶穌說 為什麼呢 因為我知道跟從耶穌 是聚蒙福的 聽耶穌說 神一定歡喜 神一定祝福 我們只看多一張 slide 下面那裡 如何得著神各方面的祝福 神是祝福人的神 其實我們看看 食物是不是 都是祝福我們的 這個環境很漂亮 各樣東西都是令我們舒服的 人多在郊外啊 去逛逛 人都會舒暢一些的 比如我喜歡拍雀仔啦 蝴蝶啦 蜻蜓啦 那些花啦 都是很漂亮的 神做的事都是很漂亮的 神都是想祝福我們 神是想祝福每一個基督徒 聽話那些 聖經說 聖經答應祝福呢 是愛祂的人 說先求神的國的人 不是說 你相信耶穌 但是你不聽話 你又犯罪呢 神的祝福 很多會棄樹 比如那人經常吵架 他會不會很平安呢 不會的 他經常都煩惱 他的心裡面沒有力量 沒有平安的 他家庭不好 他自然整個生命都不好的 他跟人際關係不好 他又容易被人炒魷魚 他自然的 他連工作也有問題 經濟也有問題 所以我們想得到 神的祝福 一定是禮物來的 信靠耶穌 然後呢 愛神 親近神 神就將各樣的恩典 傾倒在身上 其實很划算 我們愛耶穌 就算一杯涼水 給一個小子 耶穌都歡喜 耶穌就祝福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說 跟從耶穌聚無福的人 一起讀一讀一下 古龍多詞書二章九節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 是眼睛未曾看見 以我未曾聽見 人心又未曾想到的 然後跟著呢 讀完下面 馬太六章三十三節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 和他的義者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然後 路加十一章二十八節 耶穌說 那些事 卻還不如聽神 這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以賽書五十八節十四節 你就以耶穌為樂 耶穌說 要使你成家地的高處 那這四個經文呢 都是告訴我們 我們愛神 神就為你預備 你眼睛沒看過 耳朵沒聽過 人心未曾想過的恩典 我自己經歷過很多 很多各樣的恩典 你都會經歷的 我想問這裏當中的基督徒 有幾個經歷過神 給你一些 你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請你舉受 有幾個經歷過 你發覺真的很真 你越聽神話 你越經歷 這個不是作假的 是很真實的 我自己經歷過 很真實 很真實神的祝福 譬如我試過 我真的以為撞車 因為離開那個車 只有很短距離 怎料十一聲 我都覺得沒有路走 沒有路走 但是那個車有方法可以走 並且有一次 我在高速路上 不在香港 在外國 那裏是冷的 但是那時候沒有雪 沒有冰的 但是走到有一處 可能有冰 很薄的冰 我都看不到 然後走到一處 忽然車轉了 由一條線轉到第二條線 再轉到第三 跟著呢 立即有個大火車在我後面衝過 如果我稍微慢一點點 就已經被大火車撞扁了 那這個呢 真是神的保守 就是神告訴我 是我保守你的生命 所以我說 我活著一天都是禮物 都是神的恩典 神又給我非常好的太太 和我一起 好的關係 好的配搭 大家都祝福 那你不要說 我愛神 是否神又美 我預備一個好好的老公老婆呢 每一個人不同的 但是神總會給你一些好的東西 你想都想不到 那第二呢 就是 先求神的國和祢的一切都加給我們的 先求神的國什麼意思呢 我想多些人信耶穌 帶人信耶穌 第二呢 耶穌的國在哪裡呢 神的國在哪裡呢 就是聽祂的地方 就是神的國 譬如那個教堂 說信耶穌 但其實那些人又犯罪 又不要緊的 那神就不在那裡作王了 有些信耶穌的人 心中很多罪的 耶穌都不在那裡作王 但是你當你聽完耶穌話呢 你的心就是耶穌作王 你的家就是耶穌作王 你的教會耶穌作王 你供了對方耶穌作王 這樣呢 神就祝福你了 先求神的國際 給耶穌作王 無論你在哪裡 和大人信耶穌 神的義是什麼呢 就是兩個義 一個是 耶穌的義婆加在他身上 我們信耶穌 耶穌的公義就加在他身上 就像耶穌那麼榮耀了 第二呢 就是基督徒所行的義 我們所行的義 就是在我們身上 神永遠紀念的 神永遠祝福的 我們一方面有耶穌的義婆 也是追求基督徒所行的義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神這一切就會加給你了 當時 盧家十一章二十八節 二十七節的時候 有個女人和耶穌大聲說 她和耶穌說 哇 那個生你的一個 和養你的一個 真的有福了 耶穌說是 瑪利亞是有福 不過 卻還不如聽神之道 而遵守得人的福 其實這句說話 是回應天主教的 她就覺得 瑪利亞是萬福瑪利亞 但是她說 是的她有福 不過不及那些 那不是說瑪利亞沒有聽話 不過她因為生耶穌的福 養大耶穌的福 不是最大 反而是聽神的話 遵從神的話的人 那個福氣才是最大的 所以我們很想幫人聽耶穌的話 你就一生蒙福了 那以神為樂 耶穌為樂 神就使你成家地的高處 什麼叫做耶穌為樂 我們接著要祈禱你以神為樂 什麼叫做以神為樂 哇 神做這麼多好東西 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神做我的身體這麼奇妙 神做人有感情 其實很特別的 人如果沒有感情 其實很 生活很平淡 沒有什麼樂趣的 但是人是有感情的 所以你喜歡和朋友聊天 你養一隻狗也有感情的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沒有朋友 你養一隻狗 可能牠和你的感情 比人的感情更好 神做的狗真的很特別的 就算主人有時對牠不好 牠也是對主人好的 我們就說神啊 多謝你 你做人有感情 天上也是充滿感情的 還有神有這麼多的愛 聖靈又感動 我們將來一天 我們可以去到天堂 那裡又沒有煩惱 又沒有憂傷 這麼好 我就喜歡你 我們越喜歡神 我們就越容易經歷神的喜樂 還有神就祝福了 叫你成家地的高處 叫你提升 去到一個高的地位 發揮你的生命 在詩編三十七篇四字也都講到 以耶和為樂 牠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一項祈禱 用心靈誠實敬拜 整個思想 在下一張slide有講的 不過我這麼簡單講 整個思想 認同神是最好的 以至我決意跟從神 感情 神這麼多好東西 我就喜歡祂了 以這樣的心態 我們這樣祈禱 你都可以經歷到神的同在 如果當時有些未信耶穌 你就說 你就以這個心態 多謝天父 你做的事真的很好 你做這麼多種好吃的食物 你就多謝天父 愛耶穌 神的靈就淋在你身上 我們一起起床 一起起床 到神面前 祝福我們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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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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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人 你會獲得一種平安 留在你身上 神你愛我們每一個 神愛世人 甚至將你的獨身子 祈禱 祈禱 我們一起順利 不致滅忘分得分身 我們多謝祢 神呀我們不配 我們需要祢的一年 求祢跟我們一起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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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嘗試等黑著眼 黑著眼 你會更容易經歷神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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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耶穌 歡迎耶穌 歡迎耶穌和我們一起 歡迎耶穌幫助我們 提升我們的生命 加力留給我們 與我們同在 耶穌我們需要你 求主耶穌赦免我們一切的罪 你跟我一起講 親我天父 我承認我一個罪人 你是創造天地的神 有很多證據 證明你是活著的真神 你是創造天地的真神 你是掌管天地的真神 你是掌管我們生命的神 你為我們開了天堂的門 你開了沒有人能夠關 但有一天 當耶穌回來的時候 這個救恩的門就會關掉 沒有人能夠再進入 求主幫助我們 趁著環有今日 我們就悔改 信靠耶穌 承認我們的罪 我們有得罪人 我們有罵人 有發脾氣 有傷害人的心 有貪心 自私 想了一些不好的事 做過不好的事 做過不見得光的事 求耶穌赦免我們的罪 求耶穌洗淨我們的罪 將永生賜給我們 我歡迎耶穌 進入我心中 做我救主 拯救我的靈魂 改變我的生命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我願意接受耶穌 做我個人的救主 求耶穌改變我的生命 祈給我平安 喜樂 興省 幫助我 處理一切的問題 幫我放下問題 放下煩惱 靠著耶穌輕輕鬆鬆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死放我的靈 使我能敬拜你 使我能敬拜你 死放我的靈 使我能讚你名 使我能讚你名 讓重感赦下 讓重感赦下 使我能得释放 使我能得释放 释放我们 来敬拜祢 来敬拜祢 主啊释放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的心灵轻散 拿走我们的重担烦恼 叫我们生命改变 更新我们 将平安赐给我们 欢迎耶稣 欢迎耶稣将平安赐给我们 叫我们轻轻松松 开开心心来到神面前 帮助我们靠耶稣得性有缘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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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声敬告 主耶稣安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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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声敬告 多谢耶稣安慰我 神愿安慰我 主耶稣安慰我 有声敬告 多谢天父,多谢耶稣 求主祝福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 整救我们的灵魂 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 做我们的主人,多谢耶稣 来奉祝耶稣圣命,阿们 大家闭上眼,你留意一下 你的心灵身体会不会觉得轻散一些 平安一些 如果你觉得可以举手 你觉得平安、轻散的 神临座可以叫人更加平安、轻散的 求主祝福我们,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哈利路呀 感谢耶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